改冠目的比賽立合頂章中挑戰下將的團隊代表改冠參加全國賽 但當年以來參賽的個人和團體都不算多 主辦的東融國小學長仗秀金標時 未來推動目的教育必須加強調 確實的鼓勵和抑制目的教育的主管 參賽學動是東融國小的賴永鑫 以平均分88.9和第1項 名出是第一名將代表改冠參加全國民宿舞的比賽 孩子在這樣的一個競賽的過程中 不僅只有競賽還有學習 如果在全國賽獲得更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競賽 整個活動的進行 我們都比照全國賽的規格 為參加全國競賽到雙明年基盤改冠目的比賽 今年在一位立合在面向表演的中心頂章 由臨近的東融國小主辦 另外七間國小來協辦 但是基盤幾年來參賽競合都不算多 校長仗秀金分析 還是目的風氣的鼓勵和相關教主管的益主 甚至順著社會主管贊助 是推動目的教育必須面對的問題 因為舞蹈算是比較專業性的東西 它必須要長期培育 然後有經費的投資 那這種東西不是學校的老師 能夠這種師資可以去培育的出來的 需要有一些舞團或者是專業人士 有舞蹈專精的教育人員來幫忙培育 所以這樣的一個範圍裡面 投資的經費應該是高於我們一般 投注科業上的一個經費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東融國小校長的鄭秀金強調 教育部推動一小一特色團隊 以音樂向舞蹈比較 國秀老師在老師的養成教育當中 有基礎音樂訓練 所以音樂教育環境容易達成 但是不得感謝個人專業 因此學校的舞蹈教育 普遍面臨舞蹈老師欠負問題 但也不是沒有方法改討 有被這校長建議 舞蹈教育可以採取合理員額 多效公平的方式來企業 提供 三心空調和美容兄 採訪不得 私的话 私的話 感谢观看